本地最大的职业与教育展今天开放 展览第一次为45岁以上的人士增佩了一个专区 让求职者呢当场同雇主面谈 来看记者李慧欣的报道 年纪大了要找工作不容易 这个职业专区的参长公司都有一聘请45岁以上的员工 其中一家园艺公司认为中年员工的工作能力一点也不差 他们一直在一个地方做工 他们也是挺有耐心的 所以还是适合在座场 一些到场参观的中年人士说 他们对工作的要求不高 目前没有工作嘛 人出来走走看看 看看适合工作就做了 没有就没有办法了 看我能够做什么 这么老了 有的做就打发时间 这次的展览还吸引到邻国的高等学府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第一次率领八间国立和私立大学的代表到本地招生 其中包括著名的马来亚大学 当局相信能吸引不少对回教银行管理或回教研究有兴趣的学生 职业展上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这两家综合娱乐城的招聘摊位 即将在四月份开幕的滨海湾金沙目前还缺五百多个人手 这也是他在开业前的最后一次招聘活动 这次的展览共有320个参长公司和学校 展览将在星期天结束